诸位同修 昨天我们这一次的简短的讲演 大家对于佛法的本质 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再看看 现代社会上的佛教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 佛教变质了 不但佛教变质了 可以说 古老传统的学术 无论是东方或西方 在这个时代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而这些变化 世尊当年在世 就很清楚 很明了 所谓是撩如指掌 我们在经论当中读到 不能不佩服 尤其是最近 我们讲过的 法奇菩萨殊胜之要经 这部经 另外一个名字 叫弥勒菩萨所问经 我们在圣和西讲了一遍 到台湾讲第二遍 那么在新加坡讲第三遍 以新加坡时间比较充裕 讲得也比较详细 这个录音带已经寄到此地来了 希望诸位将这部经都听几遍 看看世尊当年在世 说我们末法时期佛教的状况 在家出家修行人的样子 我们才明了啊 世尊对我们现代的这个情形 了如指掌 由于佛法的变质 不但社会不学佛的人 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 去解 实际上既是我们学佛的人 乃至于出家人 对于佛法也没搞清楚 这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如何教别人 如何能成就别人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 这个幸运的还是世尊所说的 学佛第一个条件是清净善知识 我们所幸运的也就是这一点 一开端学佛了 就遇到真善知识 所以我们没有走愿望路 经过这几十年的累积 使我们深深地提悟到 佛法的殊胜 佛法为现代人所必须 现在这个社会问题太多了 太复杂了 太严重了 许许多多有智慧的人 都在寻求方法 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在这些问题全在大臣佛法之中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又不能不佩服英国的大臣 这说讲 唐恩比教授 他在过去 一个国际会议上 发表讲演曾经谈到 拯救这个世界 唯有中国的儒家与大臣佛法 这是他所讲出来的 我在台湾 有一年呢 听说天主教的书籍主教 于宾先生 提倡祭祖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这个天主教从来不败祖先的 为什么天主教提倡祭祖 以后有人告诉我 原来是 余书记曾经参加这个会议 亲自听到唐恩比教授 这一次的讲演 所以他的观念改变了 意识到这个中国固有文化的 优越 大臣佛法的殊胜 所以以后 过了几年以后 他们亚洲主教团 在台湾办了一个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 东亚精神生活 那当然包括就很多了 这个里面呢 当然包括大臣佛修 他就来请我 请我去讲这个佛教精神生活 所以我还有一些 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修女的学生 我教过他们 那个根源呢 是因为唐恩比说了这些 这一次讲演的时候 才演起来的 这是真正有眼光 有学问 有见识的 智慧的谐语 当然 他所讲的大臣佛法 不是现在社会上 诸位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现在佛教里面 实在讲呢 是完全变质了 大臣佛法的精神 我们根本解不到了 唯一由从顶级里面 从历代 祖师大德 长者巨师的柱书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痕迹 这是我们应当要珍惜的 要认真去学习的 而且要把它发扬广大 佛法之难 难在融会贯通 你才能得受用 这个的确是难 不但经教要能够融会贯通 事出世间乏了 更要融会贯通 佛法的修许 不仅仅是在经卷上 也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个 这个阴是 阴教上 最重要的 是要去写 清凉大师 在华言经里面 告诉我们佛法修学 四个层次 叫信节行政 首先 对于佛法的教学 要建立信心 今天佛法的宣扬 不能推广 是无法令社会大众 对佛法生起信心 这就是我们佛法的形象 不被社会大众所尊重 于是信心生不起来 那么能够生起信心的 所以再讲呢 它是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对佛法正确认识 知道这个东西殊胜 有利益 这样才能生起信心 第二种 他虽然对佛法 知道的很有限 甚至于完全不了解 他也能生起真实的信心 这是经典上所说的 这个人过去深重 三个人深厚 而在这一身当中 一接触 他就喜欢 往往这样的人 有不可思议的成就 特别是念佛法 正如《弥陀经》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的神必苦 那个善根福德 都是过去深重的 累积的 非常深厚 这是很令人羡慕 善根福德 没有这样深厚的人 唯一的途径 就是对于佛法 要真正的理解 认识清楚 也能生起信心 信了以后 要解 解里面呢 讲求的是语言解 才得受用 如果这个解有偏差 偏在一边 你就很难得受用 有些时候说在家 很不信 造成了所知障 反而产生障碍了 这个是自古以来 比比皆是 从哪里看出呢 从自在毁他 你就看得出来 修禅的人 是学尽 这个错误 而修净土的人 说着修禅 不能成就 都赞叹自己所修的法文 而诋毁 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文 就犯这个毛病啊 这是解 解的不愿 如果是圆解 这个毛病就没有了 真正圆解的人 无论自己修学哪一个法文 对于奇特法文 一定是赞叹 就像《华严经》 这个《五十三餐》一样 每一位善知识 自己都非常谦虚 都是赞叹别人 他那个结圆了 结而后 要信 也就是说 要认真去做到啊 做不到 你就得不到收拥啊 结而不醒 古人比喻说 说时速保 说什么 肚子饿了啊 想到那个餐馆那些菜啊 一个个都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口也没吃到 还是要能够 结而不醒呢 就像这个情形 决定不得收拥 行而后啊 要能够 要能够其辱境界 那就叫真 真 其辱啊 入什么境界呢 也许语 也许诸诸位 也常听到的 入不二发文 你能入不二法门呢 那就叫正果了 这个真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二就是真的 那么换句话说 二就是假的 就不是真的 你几时能入不二法门呢 那就恭喜你了 你正果了 所以正果 不但你已经超越六道了 而且你超越十法界了 因为十法界 都在二三里面 都没有进入一夜 一是一真法界 一真就是不二 所以你什么时候 入到不二法门呢 你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法身大四 禅宗里面所说的 明先见心 见先成佛 这个入不二法门呢 就是这个境界 这个波尔门 门在哪里呢 实在是这个门 这个字非常抽象 没有门呢 哪里的门啊 你以为真的还有个门啊 门内门外啊 你也想到有个门 门内门外 你永远不能够震得 是在讲没有门内 也没有门外 那就一了 有个门内门外 二法了 现在大家心里头 常常有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去不掉 佛法 世法 出世法 入世法 这个事情麻烦了 佛法跟世法 是二法 出世跟入世 也是二法 你就没办法入了 什么时候啊 你忽然发现了 哎呀 原来世法跟出世法 是一不是二啊 那就恭喜你了 你差不多就入门了 即使你能够突破 相对的 你才能入门 我们今天讲相对 相对的对面 还有个绝对 它就又入不了门 佛家常讲啊 念变不利了 念变 比如讲 世法 佛法 出世 入世 这念变呢 念变没有啊 念变没有 是不是叫中道呢 中道也不存 你才能入到两门 这个时候 齐心动念 那用的真心 真心也齐心动念 你看看六祖 秦经里面 那是 勇家大师 勇家大师 去参访六祖的时候 谈得很投机 六祖的最后 你还有分别吗 勇家大夫说 分别也非意 六祖点头 为他做证明 我们反复的分别是意 它分别不是意 分别不是意 那是什么呢 分别跟不分别是不二了 分别跟不分别是二了 那是意 分别跟不分别不二了 那就不是意了 不是意是真心是本心 真心 真心本心的启用 所以六祖大师听了 点头 手感 没错 证明 他确实入 波尔法门 确实超越了 十八节 不但是六祖大轮回 超越十八节 像这样的人 在历史上 古今中外 稀有难逢 确实不是凡夫 不是凡人 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在日用平常当中 去修行 修行两个字 懂吗 这传宗的话说 会吗 这会吗的意思 就是你懂吗 行 就是你错误的行为 修是把它修正 你起心动念的都落二三 这就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不知道一切法是不二 我们五十节以来 习气太深 妄想 分别之主 再再处处 时时刻刻 六根对六臣境界 它就起心形 这个起心形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它就起来了 自然就起来了 为什么自然起来呢 习气太深 这个叫习气 儒家也讲 世间延遇也说 习惯成自然 这个就是 这就是习气 这不是本气 孔夫子讲的 你看能语里面讲的 这个三字经讲的 也是夫子所说的 能语讲的 信相进 习义相远 这两句话呢 都是讲的 信 一个讲的是本性 本性大家都差不多 都一样的 那佛说的 完全相同 父子说相近 实际上完全相同 习性就不一样 习性各个人不相同 由于习性不同 所以才变成是法界 一类差别 习性变得 习性不是本性 习性就是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真性所限的是一真法界 习性所限出来的 种种差别 我们说佛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这是重要的原理原则 一定要认识得很清楚 因为它主宰我们的方向 我们才不被习性做迷 把习性修正过来 恢复本性 你就成功了 本性啊 那你见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 习性见一切万法是二不是一 恰恰相反 相反之 颠倒四十真相 这是错误啊 金钟长江迷惑颠倒 颠倒在哪里 颠倒就在自己 你把四十真相看错了 于是我们了解 现前社会的佛法 他们错在哪里 如果你实实在在 就查不到 你去好好的念 弥勒菩萨所问题 这一部经 我们最近啊 印了很多次 数量都很大 流通也很广 希望大家要认真去读 对一变 没有用处 为什么说没有用处呢 我们自己要承认 正如 中国名山老和尚所说的 我们是佛人 讲话要凭良心的 不能骗自己 我们自己的 劣根心太重量啊 哪有佛菩萨一遍开示 我们就醒悟过来 没那么快啊 那怎么办呢 要训习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多多学习 所以我叫诸位同修 你们在修净徒之前 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道理在哪里 熏悉 熏悉沉重啊 种就是种子 熏悉沉重啊 而后呢 你起心动念 都会想到经上 佛怎么说的 我们从这里讲入门 从这个熏悉入门 这个方法 不是我发明的 古老的方法 我学的时候 是学古老的方法 你看古老方法 这个教书先生 叫这个童子 古时候 一直回到民国初年 我们家乡文风很深 大概小孩 七岁就上学了 七岁到十二岁 这个阶段 老师就是教他 背四书五金 住子背家里面 选择一些东西 叫他背 天天叫他背 一天要念个几十遍 念上那么几年 目的在哪里 学习 让他永远能够记住 到十三四岁 这个知识渐渐开了 给他讲解 跟清亮的信节 前面那个阶段 是培养性根 然后再求解 所以我们这个三千遍呢 就是教同盟 教出学 你把经典里面的经文都记住了 然后听讲解 你要晓得 三千遍念下来 人心定了 你本来的心是三万元 妄想分别执着很多很多 三千遍念下来呀 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清了 烦恼清了 智慧就涨了 这个时候 你看住截 你听讲 容易开悟 道理在此地啊 你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 截了以后啊 就弃刑了 这弃刑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用上了 那叫行啊 行就是把你所学的 你所信的 你所解的 变成实际的生活行为 这叫行 也就是说 你的起心动念 也与造主 决定符合 佛在经上所教的 佛教给我们做 我们都 奉行都去做 佛教给我们不许做 我们决定不去做 就真感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应酬当中 不但 不利 清净平等球 而且 就在这些 四项当中啊 去完成 清净平等球 这就正过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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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觉之心 怎么个修法呢 依据阿弥陀佛 真修法 那你要问的是 那怎么个修法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心动念 无论这个念是善念是悟念 不要去理会它 总共你只要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皆是妄念 怎么个修法呢 我们立刻提起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 把那个念头归到阿弥陀佛去 阿弥陀佛是意 念头再多都归到这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清净念 阿弥陀佛是平等念 阿弥陀佛是正觉念 所以你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应酬上 其心动念 都归到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是修清净心 平等觉 那这就是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这叫慧用功 慧修 决定不能叫你妄念增长 你把佛号忘掉 佛的教会也忘掉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念念不忘 阿弥陀佛 念久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训 训续久了 就产生力量 这个烈量啊 是不知不觉 尽死烦恼淡薄 也就是一切的执着淡了 看淡了 放下了 你就得四一心不乱 实在讲 四一心不乱 等于阿罗汉的境界 等于你正得阿罗汉过了 我问一问 这个时候你还分不分别呢 你遇到人家做错事情 你还发不发脾气呢 照样破桌子发脾气 那这什么回事呢 那永家大事家呢 分别也分意 我发脾气也分意呀 确实如此 那是吧 也系呀 办事嘛 不发脾气 事情办不好吗 一发脾气 事情就办好了 凡夫发脾气 那个气几天都消不掉 佛菩萨发脾气 是表演像唱戏一样的 有没有发脾气 真的没有发脾气 表现是这样 是半死 那叫善巧方便 不是真的发脾气 所以发脾气也分意呀 在行持上 他到底是佛菩萨是凡夫 你分辨不出来 你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这个智慧 可是人家自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有智慧的人 有功夫的人 看得出来 他是表演 他是演戏 所以你看这个 大秦经商 佛常常劝我们 受持读诵 这几句话 把这个修行的 总纲林 总原则 说进了 什么叫受持呢 佛所给我们讲的 这些开始 我们都听懂了 都明白 完全肯定的 接受了 接受之后 就是依教奉行 这叫持 持是把它做到 信解行 做到 这叫持 叫受持 持 持 还有一个意思 决定不识掉 永远遵照 佛的教会 去做 从俗发心 一直到等觉位 都不能违背 佛的教训 等觉再上去 成佛了 那成佛 还要不要遵守呢 该主说 成佛 还是遵守 为什么成佛 也要遵守呢 因为佛 做出来 就是这样的 你成佛 做出来 也是这样的 佛佛道通啊 没有两样啊 这叫受持 读宋的意思 就不一样 初学的时候读宋 目的是在 铭记不忘 要把佛的教训 和记住 目的是在此 老修行人 或者是 已经正果的人 阿罗汉 皮之佛 诸大菩萨们 他们天天也读宋 他那个读宋 不是他记不住 他完全记住了 一个字也没忘掉 为什么天天 还照着本子 在念呢 那是表演 给别人看的 哎呀你看 菩萨 阿罗汉 天天都在念经 那我们不念 怎么行呢 他是来引导我们的 这样的读宋啊 叫大慈 大悲 这是做给别人看的 演熟 这是表演 深教 做出一个好样子来 给初学的人看 不是他自己不熟 是表演的性质 不但读经是表演 再给初学说 生活是表演 穿衣吃饭是表演 工作也是表演 厨师带人介舞 没有一样不是表演 他来演戏的 这个社会生活 就是他的舞台呀 他一个什么角色 就像一个什么角色 而这个角色 就是菩萨戏 我们在华言 五十三餐里面看到 这个里面 是菩萨行 行菩萨道的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这些人都是大菩萨 我们常念菩萨摩霍萨 他是什么身份呢 有的是工人 有的是商人 有的是家庭主妇 就在他自己生活当中 工作之中 行菩萨道 修菩萨行 正骨成佛 所以修行 不是一个特定的道场 来有这回事情 你会修了 处处建设道场 实是美丽 菩萨道 也就是说 菩萨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做出一个样子 让社会大众 做参考 给社会大众 做典范 工人像个工人 农夫像个农夫 工人在做工里面 彻务行性 农人在种植农 农作物的时候 大开圆解 由此可知 我们从早到晚 点点滴滴 哪一法 不是复乏 哪一法 不是无上道 问题在你会不会呀 为什么从前人会 现在人不会了 这个里头因素 很多很多 也非常复杂 我们不能说 现代人 善根福德 不如故人 这个话 讲不通 说这种话 没有理论依据 那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实在说 还是善道法师 讲的话 有道理 你看善道 在观无量寿 佛经书里面 讲的 欲 欲 不同 这个话 我们越想 越有道理 他虽然是讲的九品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九品 九品差别 你欲语言不同 我们从这一句开始 把它推广到 为什么古今不一样 也是 与语言不同 同样是在现代 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 你一样修行正果 你欲语言很不幸 那你这一生 纵然勤奋 努力修行 也得不到结果 你欲语言有问题 所以 这个善道大师 这一句话 大家想想 越想越有道理 他这个话 讲得和清和理 所以 论善根福德 古今中外 一切众生 可以说 没有太大的差别 语言的差别太大了 这个语言呢 用现代的话讲 机会 每个人一生的 这个机遇不相同 我遇到好老师 遇到好同学 那这个成就就快了 就成功了 你遇到的私有界不善 你就很难成就了 这就叫语言不同 那我们总算 还算很幸运 我们遇到的语言 还不错 老师对我们 还认真教导 没有欺骗我们 教给我们的方法 纯正 纯正就是 一门深入 纯正就是教人 一定要断我修身 这个法就纯正了 决定要破密开悟 这是佛法修学的 总纲灵 中原则 佛法所求的 就是明心见心 禅宗说的 教下所讲的 大开圆解 念佛 这三个宗派 这个静宗所讲的 一心不乱 诸位要晓得 三个名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民心尽心 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大开圆解 同一状 这三个宗派 他们用的 名相不一样 实际上说的是 一状事情 我们只要从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上 去精进 那就绝定没错 那么由此可止 若是违背这个方向 违背这个原则 这就错了了 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 我们也听见佛 你是不是在求一心不乱 如果你求一心不乱 对了 你决定没错 也许有同修说 我念佛是求求生净土 你那个心里头乱糟糟的 你怎么能生净土呢 那个深净土经上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心进这幅土经 凡是往生的人 纵然是凡甚同居土 下下凭往生的人 也是亲近心去往生 心不亲近 那就没有分了 所以求生净土是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条件 是一心不乱 你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 你什么时候就能够往生净土 那么参禅 那么参禅 目的是在明心见心的 研究经教 目的是在大开元节 我们现代佛门里面 在家人我们不论 单说出家人 参禅的也好 研究的也好 念佛的也好 是不是以这个为第一个目标 佛法的行衰 由此可见 如果大家去向这个目标 佛法 佛法在眼前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没有了 这学佛 学到最后变成老油条了 这是佛门常说的 就是讲学佛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语言应何在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 经不起诱惑 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外语 不如故人 故人在一生当中 这个外面六成境界的诱惑 没有这么大 所以容易成就 现代科技发达 交通边界 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 古人那些修行正活的人 如果生在现代 他照样不行 他照样堕落 我们这种人 要生在古时候 那个时候 也能成功 可惜 我们大概在那个时代 我们不晓得 沦落在哪一道里 没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早成就了 所以这个时代的 诱惑力量太大了 这个外面是 明文理 无语六成 你能不沾染吗 你能不动心吗 这个我们要常常警惕到 如果境界限期 你还动心 还起心动念 你马上要警觉到 母来诱惑 你在这个起心动念 起了贪嗔痴慢 那你就堕落了 你生烦恼 不是生智慧 如果在这个境运当中 果然能够看破 所以波热经对我们就非常重要了 波热经帮助我们看破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不论这个境相是好是丑 是善是悟 好的相你起贪心 愁得像你厌恶 你起成费心 你读错了 都是叫你起贪嗔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这个念头 懂了这个念头 你立刻想到 佛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你的心就清凉了 就不受诱惑了 你就能放下了 那一句阿弥陀佛就起作用 那就是功德 这叫修行 这叫慧修 所以要晓得 现代是什么个时代 现代是什么样的社会 那么现代这个社会 好不好呢 说再讲 静云无好仇 好仇在人心 这欧耶大使讲 关键不在环境 不在外面 关键在自己的起心动力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我觉得现代的环境 也不错嘛 现在这样大的诱惑力量 我们在这个里头 不被诱惑 这是功夫啊 显示出自己的本领啊 不被诱惑 不被欺骗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样定会的成就 功力 实际上 实际上 超过古人 太多倍了 那又何尝 不是一种好事 我们身在这个社会里面 文佛法 修学佛法 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庆幸 可见的关键是在自己 但是原因 一定要与一切众生皆善悦 因为有些环境的障碍 确实是很难突破 这个特别对于俗修 佛法 固然要有善知识之也 还需要同参道友的相做 才能成就 这个相做就是 一般所讲的 厚持 厚法 我们以 自己这个道场 做一个例子 今天 大家看到我们 有这么一点小成就 这一点小成就 说实在讲 得来不易 我学佛 最初 是方东门先生介绍的 我跟他学这书 他教导我 在最后一个单元 他给我讲 佛经哲学 这样把佛法介绍给我 他说佛经哲学 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听他的讲解 深受感动 因为从前 我总认为佛教是迷信 没有重视他 从方先生 开导之后 我才留意佛法 才去找这个佛教经典 来阅读 所以语音 很殊胜 我在看佛经 大概还不到一个月 时间很短 遇到一位 明孟经先生 这个人也早就过世 他是满清末年的清王 那在满清的时候 地位就很高了 大家称他明清王 他替我介绍 认识了张家大使 所以我一学佛 就接触到这个善知识 阅读佛经 有疑难不明白的地方 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他知道我三年 我学佛的根基 是他老人家给我顶顶的 我们每一个星期 敬一次命 他知道 我读送今天 向他提出报告 有疑问 向他请教 三年之后 他老人家圆寂了 我那个时候 非常的悲痛 隔了一年 有朱金舟老爵士 介绍我认识了台中 黎炳丹老爵士 这个时候 我对佛法 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决心 选择 这个行业 我不知道 那请有考验 知道了 我应该尽心尽力 来修修 将佛法 发扬 广大 所以我把工作 辞掉 一行一役 到台中去 求修 我在台中 住了十年 李老师 劝我 讲经 我就跟他 学讲经 这个技巧 学会了 可是 得要有地方 去讲啊 学会了 没有地方 表演啊 给诸位说 三个月 就完了 就申诉了 在李老师 从前 常常 跟我们同学们讲啊 举比喻说 他讲 却不利口 却是唱歌 你看到歌心 唱歌的人 唱戏的人 每一天要掉嗓子 天天要唱啊 全部利手啊 练武的人 大拳的人 天天要练 练习的功夫 绝对不能中断 讲经 也是如此 一个星期 至少要上台 讲一次 如果不是这样的练习 三个月 就申诉了 六个月 就网干净了 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 去找机会 去讲 这个事情就难了 最初怎么办呢 找到这些居士同学家里 我到你家里讲经 三个人听也好 五个人听也好 一个星期 去讲一次 一个星期 讲一次 实在讲 太少了 最好的呢 是一个星期 能够讲三次 也好办 找三个人家 就行了嘛 在他家讲一遍 这家讲一遍 再过两天 那家讲一遍 那同样的东西嘛 一个星期 讲三遍嘛 这倒是个好主意 最初我们练习 是这样的练习法 可是真正要学习的时候 要上讲台才行 不上讲台 收不到东西 在人家家里 家里不会把讲台给人家 都坐在沙发上 三五个人来听啊 所以讲台非常重要 那我这个讲台 这几十年当中没有中断 这是得利于我韩广长的护制 我为了到台中 去学奖金 得罪了不少的老法师 他们对我的作为不谅解 所以我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几乎在台湾 佛门当中 无有容身之地 过得非常辛苦 韩广长早年 也是我听众之一 他们父亲两个都常常听见 看我遭遇这个困难呢 他们是北方人 北方人的性格 喜欢大貌文啊 所以他帮助我 邀及这个 听讲的这些同学们 我们大家同性和利 租房子 看台北哪些房子出租 我们租他的房子 来讲进 借用了他们认识的 熟人朋友的办公室 来讲进 这样几十年了 没有中断了 国外洪法的英雄 也是他促成的 他变成我的经理 所有各个地方 这个讲进的 都是他来安排 所以这几十年当中 没有中断了 天天在这里磨练成就的 不是偶然的 所以今天这个成就 道场的成就 都是他一手 创建的 台北道场是他建的 国外的法云是他建的 这个地方道场 也是他成就的 所以我们迎谁以死云 云投在他们 我们自己同修 不能不知道 我们每一天念回相机 上报四成恩 夏季三土苦 这种恩义 事出事件 没有法子相比 如果没有他护职 我大概在早年就还俗了 因为那个时候 有老和尚 不喜欢年轻人家进 喜欢年轻人出家了 就赶金餐 做佛事 喜欢靠这 这个不是我出家的本月 我不是为这个事情 来出家的 所以被逼着走投无路 那只有还俗一条 这也是当时这些老和尚的 愿望 因为韩居士这个帮助 我就没有还俗了 而这么多年的时候 将近没终断 那么现在 年轻人学奖金的 困难就在这一点 为什么 寺院这些老和尚 不愿意年轻人 学奖金 实在呢 还是迷在明文立案上 放不下了 唯恐年轻人呢 讲得很好 那个信徒对他攻进 供养的红袍 跑到他口袋去了 怕这个 想尽方法来阻止 这个事情 不仅发生在现代 古时候就有 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 也有很多障碍 这个 嫉妒障碍 古今中外 到处都是 你怎么能够突破 弥勒菩萨所问经 一开端 佛就给我们 讲出这个例子 佛说的是 居留孙佛 那个时代 这是我们 行结 第一孙佛 有两个出家人 讲经说法 当中有一些 比丘啊 来障碍 来破坏 堕落在地狱 堕落在地狱 经上讲的 我们算了一算 堕地狱 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出来之后 还受余报 那个国报不好受啊 一直到现在 释迦牟尼佛 末法时期 这才再等人生 再闻佛法 大概就是我们这批人啊 我们要觉悟啊 一个念头错了 造作这个罪业 可能只几分钟 几个小时 受着果报 时间太长太长了 佛讲的都是此事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 应该知道 警惕 所以我们看到 年轻人发行学奖金 无论是出家在家 我们都生欢喜心 我们都热心帮助他 我们的道场 愿意提供他来学习 我们过去自己受过这些苦难 希望底下的年轻人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会尽心尽力帮助他们 别的地方障碍的 我这里欢迎你 只要你肯讲 我现在这个年岁 不要再讲了 这个黄念族老居士 你们虽然没跟他 没见过面 也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我在北京跟他见过几次面 他就劝我 不要再讲了 你讲的太多了 讲的太久了 不要再讲了 教学重要啊 要培养底下一代的人才 后继无人不得了啊 他劝我教训 劝我写书 不要到处走 不要讲经 我跟他讲 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意思 基云没成熟 一直到去年 这个教学的语言才成熟了 没想到在新加坡 所以就互乏了一个人 我一生的成就 得了于韩英老居士的破址 那么我有这点成就呢 也就有这些道场啊 有这么多出家人在一起共修 对立于一个人啊 我在新加坡 每一年呢 至少会去一次 有的时候去两次 到那边将近 今年十年了 我最初去的是一九八千年 今年是九千年 真正十年了 十年前南阳没有人念佛 他们就道场很多 发色很多 没有人提倡念佛的 这十年当中啊 我们把净土带动了 南阳现在念佛的人 很多很多啊 对立于一个在家居士 李莫远居士 一个人呢 每年都是他请我 他又不请我 南阳的寺庙很多 道场很多 法师居士很多 谁请我去奖金 没人请啊 一个人啊 这个人思想见解 跟我们相同 年年邀请我 而去年不但是邀请我奖金 还办这个培训班 训练了奖金的人才 他来主办 我去当教员 我只管上课 教学 其他的事情 一开不管 非常难得 第一阶 九个学生 第二阶 刚刚毕业没多久 有二十八个学生 年纪获起来 大概能够上台奖金的 有十五个人 所以我就很满意了 由于这个成绩 还算不错 所以这个班 还要继续办下去 所以我希望 年轻奖金的人多了 我就不要讲了 我们在新加坡 整个教学的课程 都有录音带 这个录音带 都送到此地了 一堂库都没落实 这一份资料 送到其他地方的一些 佛学院 可以提供他们做参考 我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 训练人 上台奖金 我们的期限是三个月 实际上 真正上台奖金 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月就够了 我过去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 是一个月 一个月就上台 能上台之后 那就要靠熟练 决定不中断 你能在台上 讲个十年八年 自然讲好了吗 所以往往佛法音乐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 得立于一个护持 中心的护持 举正法延葬 排斥一切的障碍 我们是 真是这一生有幸 遇到善知识的指导 遇到这些善有的后知 使我们在一生当中 几十年 这一帆风生 所以我对于你们年轻人 我热心照顾 我希望你们的成就 在我之上 你要不在我之上 你应付不了 二十一世纪 比现在更复杂的社会 你的德行 你的学问 一定要能够 坚定稳固 不受一切诱惑 你才能成就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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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